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历史,我是月鑫 泰国王室因为马哈的感情历史变得暗潮涌动,尤其是王储之争 明面上波澜不清,但是实际上个个都在开始准备,随时掀起那一个平静的假象 就算是一对父母生下的孩子,在面对如此强大的诱惑面前,都会展现不和的一面 马哈瓦吉兰龙宫与马哈扎克里·士林托曾因为王储之位关系跌落到冰点 更何况马哈的孩子们都是不同母亲 随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泰王的第三个儿子也发布了一张圣诞照 可惜在这样的背景下,反而显得他更加孤独 双眼无神,又嘴角歪斜 查克里·王子曾重病进入重症监护室 在病痛的折磨下,原本算是比较帅气的容颜 也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并且一只耳朵已经失聪 就算是住在监护室的时候,也得不到父亲的任何联系 不仅没有出一分钱的医药费,也没有任何的问候 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失去了自己王室的身份 但是在国外议诊的时候,仍旧会淡然接受泰国人的跪拜 尽管马哈并不乐意看到这一点,可他也无法去管 不仅仅没有立场,也不太好去管 因为从血人上而言,他确实是国王的孩子 并且天资聪慧 不仅成为了一名医生,并且塑造了良好的形象 在国外的时候,对居住在国外的泰国同胞进行免费的议诊 接受跪拜并不为过 但是,这位王子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口哀眼邪 如今,议诊其实也是想要通过舆论的力量,重新回到王室 查克林与提帮公有着同一个父亲,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提帮公从小在王室长大,尽管母亲在九岁的时候被废除 但是依旧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似四个王子 因为母亲被废,四个王子全部被驱逐 想要回国都是奢望的事情 只能坚持不断地海外和一些泰国人紧密联系 希望为自己的回归增停一些筹码 想要竞争王储之位,甚至要通过多年的积累 才有可能和王室对话 然而提帮公却从生下来开始就地位尊贵 如今,也是王储顺位继承人第一 尽管患有学习障碍症,但是仍旧不改其重要地位 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症成为其他四个王子攻击和努力的点 先天性的缺陷是难以弥补的 提帮公很小就被查出来 至今也没有得到改善 可就算是这样,他的身份也比国外四个王子高贵 真是同父不同命 现在发布圣诞照也是刷一刷存在感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民众他们的存在 但是,同样是圣诞节 提帮公可是每年都在佛前的宠爱下度过 这样巨大又悬殊的差距是多么扎心 随着马哈国王年龄的增加,不仅提帮公和帕公主之间的争斗开始显现出来 国外四个王子也开始动作频频 越发让这个王储之位的最终归属显得扑朔迷离 接下来是马哈国王罕见下跪 给华裔奶奶跪地磕头 动作标准堪比教科书 泰国是一个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国度 这里兼容并包了各种文化 因此才能成为举世文明的旅游大国 由于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 泰国很多习俗让人摸不着头脑 泰国地位最高的男人就是泰王 马哈马吉拉龙宫是拉马十世 一直以风流倜傥著称 泰王一直都定居在德国 身边还有20位年轻貌美的嫔妃相伴 本来马哈马吉拉龙宫经常度假 并且时间也是飘忽不定 但是这次显然引犯了大规模的不满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合时宜 现在泰国失业率至高不下 疫情而已是反反复复 泰王却还有心思度假 马哈马吉拉龙宫也是被逼极了 才紧急交停了自己的度假生涯 被迫回到国内主持大局 从最近一个半月的公务中 也能看出马哈国王勤于政务 泰国王室大部分公务都和宗教有关 烧香拜佛基本上就是日常 所有人都在匍匐归拜泰王 然而马哈马吉拉龙宫在没有登上王位的时候 也曾罕见下跪 泰国王室礼仪种类很多 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匍匐归拜 马哈国王三岁的时候就成功掌握 皇室里有专门的礼仪指导 举手图足都有严格的规定 小马哈也要照着做 虽然马哈是未来的君主 但是要跪拜的人很多 其中包含父母僧王以及黄义奶奶 施纳卡林 施纳卡林出生在上世纪初期 祖籍在我国广东潮汕 年幼的生活跟随父亲来到泰国生活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 施纳助产与护士学校 并且在赴美留学的过程中 认识了马西敦阿杜德王子 上世纪二十年代 两人完婚 生育了两子一女 其中次子就是普密鹏国王 知道了这些历史后才明白 原来泰国王是拥有华裔血统 包括苏迪达王后的母亲也是华裔 马哈马吉拉龙宫是施纳卡林王太后唯一的孙子 因此自然无比疼爱 虽然祖孙关系无比亲密 但是见面的时候还是少不了匍匐跪拜礼节 可见王室的规矩有多森严 当时的马哈国王还是一个年轻帅小伙 公公敬敬跪地给华裔奶奶磕头 马哈国王虔诚地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给王太后行礼 下跪姿势简直堪比教科书 我们现在能看到场景都是别人给马哈国王下跪 但是当年却需要跪拜奶奶 施纳卡林太后虽然已经满头白发 但依旧能够看出年轻时候是个大美人 甚至还穿了一双精致的红皮鞋 看到这个场景温馨极了 原来马哈国王也有如此公顺的一面 简直是惊到了我们的下巴 施纳卡林太后显然先疼了 孙子还在行礼的时候就一把揽入了怀中 只能说王室规矩大过天 马哈国王在特定的场合下必须下跪 泰国王室的教育也很特别 小时候不是先教读书写字 而是先学会匍匐跪拜 用来表达对王室的尊敬之情 正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们 从骨子里都有对王室的尊敬 每次泰王大教光临的时候 所有老百姓都要跪地磕头 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马哈瓦吉拉龙宫现在贵为泰国国王 自然不需要再跪拜 因此从公务照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场景 苏提达王后和施妮娜贵妃是王室两位最著名的嫔妃 婆婆跪拜礼仪得到了泰王的真传 那么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走在大街上偶遇泰王 你会不会选择婆婆跪拜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泰国王室的规定只适合于本国居民 对外国人并没有做硬性要求 所有王室成月亮相的时候 都会选择大规模清场 即使真的很不巧遇到了 也只需要跪在地下就好 不需要外国人匍匐跪拜